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8月3日 国安全区三分五的商量 周二晚上 中超苏州赛区迎来第十轮的争夺 其中北京国安将与武汉队一决高下 前者上仗在大连人身上终止三轮不胜 反观后者金济依然未能打开胜利之门 况且双方联赛交锋网继处于一面倒的态势 实力更强的北京国安本轮剑指三分 受疫情防控以及伤病影响 缺少核心阿奥古斯图 以及装拿分为垃圾出的受伤 使得北京国安未能打出过去二个赛季的气势 目前九轮联赛过后 紧录得四胜二和三负的战绩 暂时只能在苏州赛区排名第五 中超七月份复赛之后 北京国安进攻乏力的问题颇为明显 五轮联赛紧入四球 当中只有于大宝在于上海上岗一战中的破门卫运动战入球 其余三球全为十二马 所幸的是 前锋八干部上轮通过十二马破门卫 北京国安拿下复赛后第二场胜利 士气有所提升 同时此次赛季手循环面对武汉队时 曾上演没开二度好戏 被寄予厚望的他本轮有望继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阵容方面中场侯拥有伤缺 后卫金民仔赞未归队 原本一位国内名率李肖鹏执掌率印 汇令武汉队的表现上升一个台阶 可惜是与愿违 随着上轮与长春亚太战合 他们经济中超九轮过后一胜难求 追平了队史最长开局不胜的尴尬记录 武汉队目前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之中 迟迟未打开胜利之门让李肖鹏面临住巨大的压力 已有不少声音要求其下个 此外 日前更传出队内出现外援霸讯的现象 上轮队阵长春亚太 只有安达陈洛佩斯和基安高亚斯进入了大名单 虽然后者迎来了自己在武汉队的白场里程碑 且攻路一球 但依旧无法为球队带来胜利 如今的武汉队似乎找不到取胜之势 本轮面对过往交锋网季战局绝对上风的北京国安 武汉队凶多吉少 感谢收听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按赞和分享是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